毛奇跟李佩霞这个事你们要清楚一点 我就问问大家你们要知道这个 不管是县委书记也好 乡市党委书记也好 这个事如果不是李佩霞被抓了 因为要举报毛奇或者说两个人因为什么事闹翻了 先把李佩霞抓走了 这个事能不能被捅出来 你们要清楚这个问题 也就是如果这两个人都很顺利 毛奇也不想抓李佩霞 李佩霞也不想告毛奇 他们俩保持这种咱们叫通奸或者暧昧 或者什么烂七八糟的关系 有没有可能十年二十年都没人知道 这是闹翻了 先把这个女的李佩霞抓了 抓完了以后这么长时间 李佩霞的爸爸看不见他女儿的踪迹 对吧 草赖你跟这个县委书记两个人是这种 关系暧昧关系 查爸爸拿着证据才去网上公开举报的 报完了以后 大家都知道了上级派引导来调查 说县委书记主动交代问题 他交代个屁啊 没人举报他能主动交代吗 这是中共体制内的 所以为什么这个事我说很正常 就是换句话说 在中共里面这种男女互相之间乱交的关系 极其广泛 别生气啊 有东北人别生气啊 你们去东北看看东北那些干部 比如说原来的 这个沈阳市的市委副书记齐明 就是你看那些干部 哪一个女的不是长得挺漂亮 说话那样特来场面 上来就能喝酒的 哪一个不是碎变了所有领导的 东北的女干部只要上去的 十个里面九个半全是碎变了所有领导的 都是长得特别漂亮 特别干劲的 这种通奸在中共的内部 北方是极为广泛的 但是大家呢 因为它是一个 显规则 就是大家都这么干 所以大家就谁也都不说 就仅此就罢了啊 所以呢 你看到这个这个中共领导之间的通奸 只是这个事被推出来了 有啥经意的呀 我不觉得有什么经意的 很正常 不是农业厅是老干部 老干部 早死了 局长 局长 主要是这个县委书记 长期是一个大领导的秘书 这个县委书记是个大领导的秘书 对国内艾滋病现在比较多 现在不公布来源了 2020年最后的信息 不公布来源了 但是有很多HIV 中国携带HIV 去别的国家入境被禁止入境的 因为做工签 检查身体等等 所以呢 咱们在国内的朋友 小心点 好吗 做什么东西 保护好自己 一定要带 带什么自己去想 一定要带 不要为了一时爽 出了大问题 大家一定要记住了 诸位念头 那不是少爷 那是个傻串 那就是个傻串 投行都那样 那是个傻串 中国的投行 极其不专业 我跟大家讲过 国外投行的比例不一样了 比如说 我们就拿私募这讲 木头管 管队 原来讲过 募集资金在海外是最少的 投资 管理资金跟退出是最多的 也就是海外呢 你爱给钱不给钱 但是最终大部分的人都集中在 研究这些基金募集到了 怎么去投资和挣钱上 中国公募私募 木头管队里 募集的是最多的 80%到90%都是到处骗钱的 而管理基金最后保证 他来投资赚钱 退出的人是最少的 就是中国的基金 甭管公募私募 他的组成构架 跟海外基金的组成构架 人员就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说这个年轻又帅的小伙子 为什么让他去 那很简单了 因为好多有钱的都是中年以上的妇女啊 你以为呢 中年以上的妇女 就是像跟演那个唐僧的架的那个谁一样 对呀 我不开玩笑 我到了英国 第一个跟我聊吃饭 要睡我的 要睡我的人 60岁 60 二岁 62岁 62好像62 说长得显年轻 第一个跟我聊 正式的在 叫牛建俱乐部 牛经俱乐部请吃饭 要睡我的是谁 陈丽华的闺女 所以你想想 我这老妈咔着头的 50多块60的人 都有人要睡我 而且那明码是要价 那价段高了 说来前不想说 能吓着你们 对呀 明码标价的 所以你觉得呢 我这么样的老头子 都有人要睡 对 而且那个价格 根本不是你们想的 我就不聊了 省得你们到时候说我这个啥 陈丽华的闺女 所以你们想想 你们那个 那个中医店都这种公司 招这种又帅又棒 做体育的小伙子 干嘛自己去想 自己去想 懂了吗 懂了吗 就是很多人 都说什么什么内部关系 不是 就是又漂亮又帅 又这个又那个的 然后呢 招来了以后 干嘛 募集资金用的呀 看项目啊 你们知道有很多呀 对吧 有人说呢 宗富丽同志啊 宗富丽还行 年纪还在 还不用 那也得少帅哥 对吧 我身边好多都是这样子的 小帅哥 而且呢 定期换 快的话一个星期就换 慢的话一个月也得换 那都是定期换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以为呢 女同志也 也有需求量很大的 对吧 也有 一下n多个的 晚上翻牌子的 女同志翻牌子的也有 就募集到钱了 募集不到钱 干什么投行啊 没有钱 你干个屁呀 正常 去投行看 哎呦 怎么都是帅哥 亮妹啊 你慢慢就知道 为什么都是帅哥 亮妹了 帅哥跟谁做的 亮妹跟谁做的 自己去看我干金融不是有料 我干金融都二年啊 我在建行负责整个投行部的 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让他睡你 你找得着他吗 他得专门找你 他有的是途径去找你 你找得着他吗 哎 我又我每次不该讲这个 我每次我怎么一讲这个 就拉不回来 然后本来想回答点问题 只要一讲点八卦的事 然后老天 你们每次的八卦事 都可那个新鲜了 直接就把这事给推出去了 哎呀 快快快 聊聊事 不聊八卦了 不聊八卦了 聊聊正常的事 哎 不过我多说一句 人家这个习惯 可能是从他妈这就来的 他妈就睡小白脸吗 从他妈不是就是 就遗传下来了吗 不是很正常吗 有啥可经意的呀 然后有人说 为什么开幕式做成这样 你去看看法国所有的文化 你们去看过卢浮宫吗 看看被一名做那个 六百六十块玻璃 做成的玻璃 这个这个金字塔 你们知道 撒旦的符号是什么吗 你们了解法国的文化 不了解 可以看一个 詹布朗 写的小说 达芬奇密码知道吗 魔鬼天使知道吗 不行 你看就知道了 法国的文化 有一种主流 就是魔鬼文化 撒旦文化 所以昨天都是反基督的 全是撒旦文化 从上篡川到底 他本来就有 卢浮宫的 波勒金斯塔代表的符号 就是撒旦的符号 你们了解 法国的历史 法国的文化就知道 所以在这么一个情况下 巴黎用撒旦为主题 只是他不能明确说 来着这么一场开幕式 算是创新 也是自己独特文化的一种展示 但是这个世界上 大部分人 不算中国人 还是信基督的 对于魔鬼的很多东西 甭管你是男男 还是两男一女 还是两女一男等等 这些东西 魔鬼带来的很多东西 他叫自由 叫freedom 但是这个 这个林肯也说 freedom is not free isn't free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个人的理解吧 个人的理解 对啊 其实是这样子的 他的小说呢 约翰布朗写的小说 很多 本身就是 共激会也好 这个圣骑士团也好 就是这些东西的背景 我们他只是从这里面变成了一个故事 但是里面的引用的历史上的一些事实 根据什么东西都是有依据的 西方的宗教文化本来就是这样 撒旦有文化呀 你不知道撒旦文化吗 撒旦文化很长久 很长久 看一下就知道了 卢浮宫去中文网站 卢浮宫 玻璃金字塔 撒旦 这关键字一查 能查出一堆东西来 丹布朗不是反基督的 丹布朗反什么基督 人是个作家 我是说丹布朗作品里有很多撒旦 有很多撒旦祭典的文化的东西 听得明白了吗 就是撒旦的 就是崇拜撒旦 在欧洲是很漫长历史的 丹布朗里面就有很多崇拜撒旦的这种历史的介绍 谢谢大家又花时间花精力 请我下嗶嗶 谢谢谢谢大家